采访报道 好 在美国全民健保开放登记第二天 那么从政府单位到民众 我们一直听到有一些小状况传出 为了帮助美国华人选择 最适合自己的保险计划 避免被罚款了 东森新闻现在电话连线给 南加州保险业者林大卫 请他详细地说明 全民健保大家要注意什么 林先生你好 你好 林先生 是 在美国全民健保开卖两天了 那这个政府配套没到位 民众的咨询电话还是挺多的 您建议还没有投保的民众该怎么办 好 我知道大家都很兴奋 尤其是有些五六十岁的人 本来不能退休 就是因为健康保险 还有些人他的保费太高 从1月1号开始 就有好戏上场了 对他们是最大 对他们最好的一个group 但是我觉得民众先不要着急 如果这是一场非常好的电影或一个秀 大家就连夜排队 就是一赌为快 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争尖恐后来赶快来保持这个机会 可是呢 我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个一直到1月1号2014年才可以正式地实施 所以你今天如果去急救去线的电脑全部都是平摆 我们今天我们自己保险公司 我们要进去做一些调查 做survey的话 都做到很大的困难 那我建议呢 大家不要在这个时间凑热闹 最好的时间是11月到12月之间 因为这个时候呢 政府很多问题都已经改进了 他们很多问题都改进了 而且在申请上面 不会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对大家是最有益 错误也很少 这样子会省掉很多民众的麻烦 是 好 我们听到林先生讲法 就是说现在不要大家一头就凑热闹 一开始一头热的 其实等到11月的时候 那时候政府可能一些措施 那么也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 可能比较完善了一些 到时候再来申请比较好 对不对 好 林先生你再来讲一下 那我在这补充一点 我知道大家现在最着急的就想知道 那我们到底要付多少钱保费呢 那到底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要打电话 必须要去这个 现在有很多channel 你们都可以看 现在报纸上一些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像小生啊 他们或者是你打电话给保险经纪啊 或者是直接打电话 或者是自己上网 网站是COVERED CA加州 CA.com 然后你在这边很简单 他问你一些 大概三分钟了吧 你把你家的收入 你的邮递区号 然后几岁 三分钟 你就可以知道 你的保费将是多少 然后政府可以补助多少 很清楚 所以大家不要慌 至少你这样也会满足一下 你至少知道1月1号 你该怎么做了 是 林先生你刚刚特别提出 你说会先询问你 可能你的收入是多少 其实每个民众的经济能力 跟它的需求可能都不相同 所以大家在选择各种保险公司 和保单计划的时候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没有错 大家注意事项 如果是就像我刚刚讲 你进到网站 或打电话给你的经纪 我相信三分钟 他们很快 像我们今天很多的客人来 我们就告诉他 11月多 我们可以甚至来预约 但是我现在大致 你也可以自己上网 原来上大概1万一个人以上 好比我是单身 我的年收入大概1万9千 1万5千9百块以下的话 我跟你讲 这个时候呢 他那个网站就不会给你报价 因为你是属于Medical 加州就是你的收入 以及低收入 根本就完全免费 那你说如果两个人 大概2万1千5 这四个人 这个一口之家的话 如果你是3万2千 大概4百500块以下 都是免费 那以上呢 大家也可以知道一下 也许你的收入太高的话 你的收入更好比说 你的收入一个人 已经到了4万6 或者接近 大概4万多 这时候呢 你的政府 对你也没有什么补助 你倒不如 你可以选择一些 其他的私人 健康保险的计划 反正最大的好处 是2014年1月1号 不管你有什么疾病 只要是65岁以下 或者是你都可以申请 那我在这里建议大家 就说如果是补助的话 那当然嘛 你属于麦克風的话 政府也会跟你联络 那你收入高在 差不多百分之四百 四口之家 9万2千4百以下 甚至接近这个数字 你得不到什么补助的话 或者是你的 你有些现金收入啊 或者是你没有身份啊 或者是这些种种的原因 你就可以要 可以买一个个人的 像Blue Cross Blue Show 他们有不同的 健康保险计划 他们的好处 我觉得我们比较起来 他的可能network 看医生的这个网站嘛 是比这个政府 要提供的应该多 多了非常多了 看医生是非常方便了 是 好 林先生 不过我们最后 还是要跟您请教 还是会有小部分的民众 可能心存侥幸 宁愿被罚 也不想加入这个全民健保 就是有一些偏差的观念 那么跟你请教 其实正确的保险和法治观念 应该是什么呢 我觉得你可能就讲 大概30岁左右的年轻人吧 因为他们觉得身体健康 我是浪费了保费 这个观念 我觉得他们这个观念 先要改一下 因为这个是 大家已经知道 这个已经是法律的 我们要守法 我们一定要就是守法 而且你想想看 就像social security一样 你到了65岁以上 因为你交了 交了20年10年的税 所以你交了税收 你扣了税 因为你参加税 你65岁以上 你都会享受到这个福利 那如果我们你 甚至而且26岁以下的话 其实你可以加到你 不管你是结婚与否 而对于新法律规定 你甚至可以加到你父母的 这个公司 或者个人健康保险 我想对你有很大的利益 而且你要想一个观念 你不光是年轻人 如果你知道吗 就是打篮球摔淡腿了 你随便那个骨折也要花个七八千块钱 对 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你花这么少的保费 一方面还有些人 好比我三四十岁 我早一点 因为这个身体检查是免费 因为新的法律规定 那你早做一些身体检查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些重大的疾病 发生的时候 在最早期的时候 多半都可以医治 你也可以救了自己的性命 好 还有一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这是对未来 我们年轻人 你对social security 这个不但是法律 如果你现在去参加他们的计划 这个保费当然不会太贵 我想是可以负担的 如果你真的负担不起的话 政府也有取得补助 这就是免费 可是你参加了以后 你知道吗 你对大家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因为将来 将来未来的健康保险保费 最主要就记在年轻人这一群 因为他们身体健康 他们这个保费丢进去以后 将来的健康保险呢 这个保费比较容易控制 如果都是一些 这个受伤的 现有疾病的 年纪大了去保的话 将来你想想看 这个cost增加 等到这个年轻人长大 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 他们也要长受这个痛苦 是不是 而且将来的罚款越来越重 第一年虽然是罚百分之一 第二年就开始增加double了 要算我觉得是 我们大叔 大家可以 我们也可以鼓励在这个机会里 我希望做父母的一生作得 不但自己去守法 这是很好的机会教育 也教儿女 甚至能够帮助他们 尤其有些小孩 甚至年轻人 甚至父母 他可以参加这个公司的 团体健康保险 那他也就没有什么好顾虑的 那对我们 刚好在这个机会 让大家知道一下 公司老板呢 他在可能 在你要去面对的 比较注意这个事项 你们现在很多 已经有团体健康保险的话 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跟高保险公司 再签一年 十二个月 保费也不会涨价 可是到一月一号 可能会有一点 就是任何的 都要付这个 这个有点点税 而且现在我们刚刚听说 许多保险公司 在十二月五号以前 今年的话 你买的团体健康保险 如果是一月一号 明年生效的话 都很多规矩都变了 有些 我有二十个人 我只要四个人来保 不需要百分之七十 都一定要进去保 所以种种的一些 这个incentive 优待 这个公司老板 可以询问你自己的经济 我觉得我们华人 许多许许多的经济 都是非常优秀的 我们有许多的华人经济 在我们洛杉矶地区 你们可以去咨询的 好 谢谢林先生 这么详细的解说 谢谢 其实总观来讲 就是说 这个长期来看 全民健保 还是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所以也提醒一些年轻人 真的最好就能够加入 那么最好的加入时期 就是刚刚林先生提到的 从11月到12月之间